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有开一个系列 叫做你的故事 然后是要就是有收集一些大家的问题 然后我们要来回答 不然其实是问题或烦恼或是什么的 只要可以讨论都可以 然后其实很多人问我说 就是这个投稿的东西是要什么主题还是干嘛干嘛 其实很多人问我耶 你说一定要特定什么主题之类的 或者是有人问我说投稿要投什么内容的东西 然后我就说其实没有一定要什么的主题 我是觉得你的故事不管是怎么样 鬼故事也可以 只是就是你只要有可以讨论的空间 我觉得都可以 我觉得可能这样讲大家有点模糊 然后我就有想说 那个时候想说要开这个系列 其实也算是有一个核心价值 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这是你知道 这是我的工作 某一天我就看到那个 我们的粉专播出那个你有故事的那个吻 我想说嗯 我们要做这个事情哦 不要这样 你的故事不是你有故事啊 哦你的 你看我到现在都还记不起来 的故事 哦你的故事哦 你的故事 我记起来记起来记起来 哦好啦 然后那时候开这个系列是因为我看那个 解忧杂货店应该蛮多人看过 因为它后来有改编成电影 有听过有听过 但我都没有看 它的书其实是在2012 然后作者是很有名 鼎鼎大名的东野龟吾 哦这个我也听过 它其实是日本很有名的推理小说家 然后我觉得解忧杂货店算是它众多日本推理小说里面算是相对那个推理感没有那么强的 所以比较没有那么尖色的感觉 呃就是不是那种那么比较恐怖 然后推理小说那种感觉 相对没有那么点心的 轻松一点的 对对对 然后其实东野龟吾 它是电气工程系毕业的 电气工程系 哦 大概就是我们的 差太多了吧 我们认知里面那种二类的科系 所以他以前他刚开始是在那个汽车零件供应商 嗯 的那个电装担任那个工程师 哦 然后他刚开始是每天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写小说 哦 然后他有时候会投稿到一些像可以发表网络文章的那种连载小说啊 哦 所以他是 他是慢慢从那里演 然后后来他有投稿到一些单位 然后有得奖 哦 然后后来才变成 转型变成 作家 正职作家 所以他是兴趣然后变正职 哎 可以这么说 然后 呃 他里面啊 其实他就是 呃 是一个爷爷 嘿 他有 他他开一个杂货店 嗯 然后呢 那个杂货店外面呢 他就放了一个烦恼资商箱 上面写说 欢迎资商任何烦恼 哦 就写 写你的烦恼投进去这样 那这个烦恼呢 里面大家 投稿的东西 异想天开 什么东西都有 啊 大部分是小朋友 就是附近的小朋友 在那边 有一点点是像恶作剧这样 哦 恶作剧哦 嗯 我讲几个例子 好 希望圣诞老公公来家里 但是家里没烟窗怎么办 就是那种乱搞的那种问题 嗯 然后比如说问说 当地球变成星球时 他那个星是 那个动物的那个星星 嗯 当地球变成星球时 要由谁来教星星的语言 嗯 就是一些很异想天开的问题 可是呢 那个爷爷 那个爷爷叫做浪史 所以叫浪史杂货店 浪史 嗯 波浪的浪 然后史是那个 箭史 哦 那个史 叫浪史杂货店 那浪史爷爷爷呢 他 他就会很认真的回答问题 哦 所以他没有 他没有因为他们是乱搞 他不是敷衍 像有个小朋友就问说 我不想读书 也不想要偷看作弊 但是考试时想要考一百分 请问该怎么办 这什么矛盾的问题 那也就是说 你可以拜托老师 请老师出一张 关于你的考卷 因为所有题目 都是关于你的问题 你写什么答案 什么就是正确答案 你懂我意思吗 他是用 好聪明哦 他是用很认真 但是又有一点点脑筋 急转弯的 回答方式 但是认真的回答你 对对对 那像一些比如说 很好笑的问题 他就会公布出来 然后让大家看 笑一笑 所以他的回答是 就是写完之后 然后就贴在 好笑的问题的话 是这样子 然后呢 如果是认真的问题的话 他的方法是 他在商店的后面 放一个牛奶箱 如果你是要投稿的人 他晚上 比如说半夜12点 他就会铁门拉下来 你想要投稿的人 你就从那个铁门的 那个中间的缝缝 就投进来 哦 是这样的方式 然后明天一早 你的答案会在 牛奶箱里面 你自己去拿 哦 所以就还是 就去里面找自己了 这样子 哦 基本上是这样 蛮好玩的 啊如果是搞笑的问题的话 就会把它贴出来 给大家笑一笑啦 这样子 那个时候 爷爷就说 其实 资商烦恼 有点 因为他 他后来年纪很大了 然后资商烦恼 开始变成 他新的人生意义 其实刚开始 只是一个像游戏 这样子 所以他就是 爷爷自己想做的 想做的事情 刚开始 其实只是个游戏 但是 后来慢慢的开始 有人真心想要讨教一些 人生遇到的难题 然后我觉得 我那个时候有这个发想 比较是觉得说 如果频道可以做一点别的东西的话 做这件事情很有趣 我觉得还妈玩啦 有点互动 然后又可以听到别人的故事 所以听到这里 大家应该比较有点概念 就是你要问一些好玩的问题 比如说 或者是一些想要考我们的那种 像脑筋酒 急转弯的问题也可以 那你是认真想要问问题的 我们也会想要认真的回答你 就是我们不会敷衍你 或者是嘲笑你的问题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是 别人遇到的问题 不管在别人看来是 认真还是搞笑 问的人都有可能是认真的 所以你还是要认真回答 而且那个解游杂货店 它是也算是匿名的嘛 对 它是匿名的 都不知道问的人动机是什么 它里面很多人认真问的问题 然后他认真回答 然后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啊 等等的 它的故事的开头是从三个小偷 他们要躲避警察 然后跑到一个废弃的杂货店里面躲 结果发现就是 它那个杂货店已经没有人了 但是他发现有人把信投进来 哦是这样哦 然后他们在想怎么办 他们要回答还是不要回答 因为他们 他们渐渐的发现 杂货店里面的时空跟外面不一样 比如说他们现在回答的问题 是三十年后的人投进来的信 哦是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哦 哦原来 所以才会有 就是那些人在真实生活中 是怎么相遇 跟那些人是 的关系是什么 哦原来 这样子有觉得比较 我觉得还蛮有 这个故事还蛮有趣的 所以他才会是 因为东方野龟物本来就是写日本推理小说 或是感觉有一点惊悚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的惊悚是比较在这边 他是埋在这个地方 但是他的故事本身是不恐怖的 嗯 但是很有趣的 很有趣 这样听了你有想去看吗 因为是不是连电影都没有看 他是 你有看过电影吧 我没有看电影 但是我有看影评 他其实 嗯 我有看影评是写说 他把里面有两大的故事拿掉了 哦 有跟小说比的话还是有差 就是小说故事架构比较完整 嗯 通常都这样啦 电影也拍不完小说的所有东西 我觉得那个比喻有点像 比如说 原本的小说 是三房两厅 家里是三房两厅 嗯 啊今天把一房一厅拿掉 对人来说活动范围没有什么改变 嗯 但是家变小了 大概是这种感觉 就是他没有影响 整个故事的主架构 但是少了 嗯 一部分的内容 嗯 但是主架构 就是电影还是OK的这样子 对 就是他其实 嗯 故事的核心还是存在的 当然拿掉很多东西 还是不可能像书那么完整啦 哦 这样好像真的可以看一下 这样就比较有兴趣 反正后来杂货店关掉了 然后爷爷其实 他那个时候死之前 嗯 他有交代他儿子说 你三十年之后 不管用什么方式 告诉别人说 嗯 杂货店会重新开张一天 那是因为爷爷其实已经发现 那个时间跟别人不一样 嗯 嗯 他拜托他儿子 嗯 然后用这种方法 然后去回答未来的问题 嗯 他现在要回答未来 未来的问题 那种感觉 那他那边有一段独白 是电影里面没有的 嗯 他有解释说 为什么他要把杂货店关起来 你说爷爷爷吗 嗯 因为前面不是讲说 后来到他晚年 咨询烦恼 已经变成他新的人生意义吗 他变得很有活力 很开心 因为他有新的重心了嘛 他就说哦 那后来觉得重要的是 他当时的回复是否正确 因为他刚开始其实只是 在小朋友这个游戏 他就说 至今为止 我回信的无数回答 对那些资商者来说 到底有什么意义 这件事情才重要 嗯 然后他每天呢 他其实都很认真回答 他绞尽脑子思考后回答 他可以明确的说 我在打负的时候 从来没有敷衍了事 嗯 但是呢 我不知道这些回答 对那些人来说 是否有帮助 也许 他们按照我的回答去做 嗯 反而为他们带来 很大很大的不幸 嗯 然后他 因为之后就没有回馈了 就是 他回答完之后 就没有下文 其实那些人会继续 有些人会继续回信 哦 他说当他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坐立难安 嗯 没有办法再轻松的 为别人提供咨询了 所以他才关了杂货店 了解 然后里面其实也有遇到一个 嗯 那个时候我看完觉得 哇 很 印象深刻的一段 嗯 那 这一段也是被电影拿掉的 嗯 他的那个笔名 他那时候去投稿到那个杂货店的时候 他的笔名叫保罗兰农 保罗兰农 他是 他这是有署名的 他自己要署名的 他的署名是一个艺名这样的 嗯 你知道Beatles吗 知道知道 Beatles那个蓝农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这个名字 没有 很 很 Beatles我知道 里面的人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没关系这个你回去看 哈哈 好好好 好 嗯 他里面那个主角是个小男孩 嘿 他的烦恼是他的爸妈打算带着他跑路 嗯 他在想他应该要跟着爸妈走 嘿 还是他不要 他有选择的权利吗 他希望 他的意思是说他该不该 跟着 跟着走 还是要告诉爸妈说 这是不对的 不要 还是干嘛的 嗯 然后 那个小男生 他是Beatles的粉丝 嘿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正值 Beatles要解散了 嗯 Beatles解散 其实对他来说 打击很大 嘿 然后他们跑路前呢 Beatles有一部电影上 一部纪录片上映了 嗯 你再跟他讲说 你去看那部纪录片 你就可以知道 他们解散的原因 然后他就去看了 他看了以后啊 他其实很难过 也很生气 他说他看完 还是不知道 为什么他们要解散 因为 他们在整部电影里面 没有争执 也没有拒绝演奏 嘿 四个人都做着 眼前该做的事情 但是 他们心里都很清楚 眼前所做的事 不可能创造出 任何的东西 因为那个电影里面啊 是Beatles的 最后一场 现场演唱会 嗯 但是他们演奏之中 感受不到任何热情 他们 你说Beatles自己 嘿 然后他们也没有 也没有任何人 陷入感伤 哦 然后他 对 法替格的感觉 嘿 然后他就说 他就打击很大 因为我觉得对粉丝来讲 一个团体就是 一体的 对对对 我觉得跟那个 很爱也有点像的感觉 就是粉丝的心态 大家会就是 自己把他归说 他们就是很好的朋友 这样 然后 那个 保罗兰隆 就是那个小男生 嗯 他就下一段注解 他就说 分手也许就是这么一回事 嗯 他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往往不是因为什么 很具体的原因 所以断绝 嗯 他说即便啊 那个表面上有某种原因 其实都是因为彼此的心 已经不在一起了 事后才会牵强附会的 找一些借口 嗯 他说那四个人 就是Beatles那四个人 四个人 没有人 有意想要拯救Beatles 就好像眼看船要沉了 但是都还是站在旁边 袖手旁观 没有人想要做 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被背叛了 他觉得自己珍惜的东西 被摧毁 粉丝心态 嗯 然后呢 因为爷爷回答他的时候 他不是问说 他爸妈要带他跑路 他该不该跟着吗 也是告诉他说 你应该要跟着爸妈去 嗯 他说 你爸妈应该也知道 这是一条 这是一个不好的选择 嗯 但是呢 家人只要在一起 你就还有机会 可以回到正途 了解 所以你应该要跟着爸妈 他就是有说服他说 他应该要 可是 应该说 爷爷在给他这个回复之前 他知道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不是他可以随便回答 嗯 他其实我觉得很好一点是 也是跟他有往来的信的 就是他不是只有一次而已 他问得很清楚说 事情的来由是什么 嗯 先问清楚再回答 他不是 随便给你一个很不负责任的回答 回答 嗯 好然后呢 浩介这 还有是不是 浩介就真的跟爸妈走了 但是中途他溜走了 他去哪里 他就去流浪 小男生 你几岁 嗯 他比如说 他那个时候是爸妈开车 然后载他到 就是他们到一个中途站休息 嗯 然后他就 比如说往左边是去 那个洗手间 嗯 他就往右边跑 嗯 他他他他洗手间出来以后 他就往反方向一直狂跑狂跑狂跑 嗯 然后躲到一辆卡车上面 然后是载货的 嗯 他就躲进去 他就躲进去 然后就跟着走了 然后走了以后 当然后来还是会被警察 对啊 拦到说 嗯这个小朋友是谁 怎么会那么晚不回家 然后怎么在这边 可是发现 都找不到他的资料 他也不愿意讲他的真名 就是那个小男生 不愿意讲他自己的真名 然后 他们也发现一件事情很奇怪 是没有人在找小孩 没有人说 自己家小孩不见了 他后来就流浪 然后反正他就 转转变成一个木雕师傅的学徒 成为一个木雕家这样子 这什么 什么展开 可是到很后来 反正故事到很后面了以后 然后回到了 嗯 那个 他因为看到那篇报道 就是说 嗯 解忧杂货店要再重新开张一天嘛 他就想 他后来回去要投稿 然后遇到了一个 他以前同学的妹妹 就是他因为那个Beatles的唱片 有 反正他后来那些跑路前 他就把那些唱片卖给他朋友 然后因为他那个朋友的妹妹 他才知道说 那时候他逃跑以后的隔天 嗯 他爸妈就自杀了 哦 所以没有人在找他 是因为他爸妈都过世了 嗯 他就问那个 那个朋友妹妹说 你那件事情是怎么样 还要叫他 要他讲给他听 嗯 他就说 嗯 报道说 那个爸爸 为老婆跟儿子吃了安眠药了以后 把他们从船上推下海 不是这很奇怪吗 为什么 要推下海 就是要特别租一艘船 然后 推下船的方式 把他杀死 嗯 他就说 嗯 他后来 他自己就讲说 用这种方式 可以卫装 他们同时杀了儿子 在茫茫大海之中 即便找不到尸体 警方也不会怀疑 嗯 然后他就说 其实 他们父母啊 他的 嗯 那个小男生的父母 也许他们没有办法想象 他儿子要怎么生存下去 嘿 但是可能想到了 会舍弃这个名字和经历 那既然这样 身为父母的自己 就不能妨碍他 诶 这样我 就是会 想去 租这本书 或是去看这个电影 可以啊 你可以直接拿我这边 就不能走 如果我有买 我有买 你可以看 那我要先看电影 还是先看书 嗯 诶 诶这是录到现在 第一本我想要看的东西 诶 你成功让我 怎么突然有点伤人 我该开心 还是该觉得难过 嗯 先看 可是因为我没有看电影 还是 嗯 好 那我先看电影好了 先看电影 因为感觉书的东西比较多 如果我先看书 然后再看电影 我可能会有一种失望的感觉 我想先看电影 哦 对 我如果看那种 翻拍的 我都会这样 有这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 从另一方面想 你如果先看书 再看电影的话 你才看得出电影的细节 没有 因为电影很多东西 它是用比如说一些画面 或是一些切换的场景 来表达一些东西 但是你要看书 看完 你再看电影 你才看得懂 你先看书好了 虽然你看书 真的吗 对啊 我想说先看电影 然后再看书 如果 有什么地方 我可能 想要再回去看电影 我就可以再看一次电影 哦 好 虽然看电影的人都说 有点小失望 但如果你觉得 怕这样子会很失望 觉得不好看的话 你就先看电影 因为这种翻拍的 电影 我其实都 通常都很难比原本的作品 还要精彩啦 正常啦 正常 但是就是 难免会有那种失落感 好啦 你先去看电影 好 那我们要进到 今天的问题 对啊 好 我们讲完 就是前面 节欧杂货店 这本书 就是算是我们的 核心价值嘛 这个系列的 就等于说 不管是你问说 有没有圣诞老公公 还是 你是认真要问说 你要不要跟爸妈跑路 我们的range 这样很广吧 都可以啦 跑路我觉得很沉重 不要问我们好了 应该说 不要丢一个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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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纯讲故事 这件事情 对对对 你要 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的名字取错啦 他可以讲 他可以讲故事 然后我们可以去探讨 这故事 其中某几个 或者是 你的故事里面 你有哪些困惑啦 应该这样讲 也可以 你的故事里面 你发生了什么困惑 或者是你想问的问题 都可以 或是你有什么事情 想跟我们分享 或是 有什么东西 你觉得 最近很有趣 然后你想听听我们的意见 都可以在这里面投稿 我觉得这还不错啊 这系列 然后我要再讲一次 就是如果你不想要被知道你是谁的话 你寄email也可以 就是email比较不会真的知道是谁 因为如果你用FB私讯或是IG的话 可能都还是会看得到头像或者是账号 对对对 你如果有顾虑你就有记email 如果你觉得没差 你就是选择自己方便的 可是我们不管你是什么方式寄来 我们都不会讲名字 对对对 就是对我们来说都是匿名啦 对对对 就是看你自己觉得会不会不自在 反正就是他寄来 然后我们也不会跟别人讨论 就是寄来给我们的东西 就只有我们两个会知道 而且我们两个也不会先讨论 我们就只是 对 我也是今天才 就是录音前 我们录之前 然后会整理那个 我们这一集要讲的问题 然后各自看了以后 然后录的时候才会讲 所以我们也不会事先讨论 我们也没有讨论说要怎么回答 都没有 就是各自先想自己想要回答的是什么 我们今天有三个 三个可以回答 你的故事系列EP1 自己在里面先 刚刚那个气氛不是很好 你现在弄这个 干嘛这样 还是要有个明确 开始嘛 阿雅 好 可以可以 第一个问题 他说 我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放松 只要一天没有实施自己的计划 就会觉得自己非常懒惰 很羞愧 然后休息了又觉得 哦 好愧疚哦 那到底是步调从快变慢比较难 还是从慢变快比较难 哦 我跟你讲 从你给我到现在 十遍左右 我还是没有看懂他要看懂 等一下 这个是理解力有问题还是什么 我应该是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就某种程度上 这两个问题可以说是有点相关 但是你其实是可以分开回答 我觉得它是两个问题 那你可以先想看你前面这个问题 你有什么想法 他说他只要没有实施计划 他就会觉得很愧疚 不敢休息 所以没有办法放松 首先我必须说 我跟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哪有人跟谁是完全一样的啊 我是要跟你讲我是就是完全相反 因为我是 太放松的人 我很容易就要需要放松 太放松了吧 你会不会太放松了一点 因为我是 我先讲一下 我其实是那种 比如说我累了一整 就是我工作才可能忙了一整天而已 也不是忙了一个礼拜 忙了一整天 我就可能就需要 今天晚上对自己好一点 吃点好一点的东西 我是那种人 对 但是如果像你这种 就是感觉 必须把自己生活排得很满的话 我觉得你也必须把自己的休息也排进去 我自己觉得 他前面描述的那个内容啊 我后来想 跟我有一个时期的我非常像 准备考大学的时候 这个我没有经历过 因为考大学就是考学测 考指考 你就是有个远期的目标 然后你每天要 比如说排你的读书计划啊 什么的 那你每天就要跟着计划走嘛 但是你不可能 每天都跟着计划走 有的时候会 总是有些意外这样 就等于说 就像他讲的说 可能有某一天 没有办法实施自己原来的计划 就会觉得很愧疚 我觉得这种心情在那个时候会有 但是因为准备考试的时间 其实很长 比如超过半年 你没有不可能一直处在这个状况下 击崩的心情下 对 那我觉得其实转换到现在就会变成 我觉得会有这种心情 比较会是 你可能没有那么的明确 你自己的远期目标是什么 你才会这样子 就是没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大目标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一个鼓励的方向 计划是可以拉长的 比如说你的远期目标 你不用那么短期说明天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你的计划可以拉长 你有个远期目标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那么刻意的执着说 自己今天少做一点或多做一点 就是你要让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弹性 但是同时你要 也是要自律啦 不是说你没有底线的让自己有弹性 对对对对 就是你同时要自律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然后你要让自己休息 比如说突然感冒了 这种事情就算是不能预期的 对对对 我今天突然要去看医生 看要排很久 排了总共看医生花了四个小时 这种东西就是不能预测的 但是你也不能说 你一直去计较那一两个小时 然后很愧疚说 怎么办我这两个小时 本来要念这个章节 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会很痛苦 所以生活中有很多的平衡啦 就是你要踩好自己的步调 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其实有时候会觉得 当你的目标不够明确的时候 你就会把注意力一直放在 一些会干燥你的事情上面 对我觉得确定目标很重要 对啊 而且他后面问说步调快慢吗 每个人都有自己 有些人他 适合他的节奏 有些人他就是急性子 你叫他慢他很痛苦 有些人他就是慢慢来 然后做事很仔细的 你叫他快他会生气 但他的问题是从 比如说要从快变慢 或是慢变快 我觉得他问说哪一个难吗 对对对 我觉得难的是你要找到 自己适合的步调 就是你只要不是在 在自己的步调上 不管是快还是慢 都很痛苦 我觉得就可以跟你刚刚讲那个 有一个长期的目标来讲 嗯 就是像你在准备考试的时间 就是不可能整段时间都在紧绷的状态吗 嗯哼 那可能越接近 越接近的时候 你可能步调会越快 嗯 但是你中间还是会有 就是好一段时间是 不需要那么紧张 不需要那么累的时候 对啊 你就可以稍微调试一下 所以我觉得还是从 确定目标开始 对 还有一点是你要了解自己 哦 像我是那种 比如说考试前 适合冲刺的人 我如果他 但是我的个性是 我很喜欢 提前准备 哦 提前准备是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两个礼拜后 交付报告 我现在就会先做了 我不会等 我不会压底线的人 好 我不太是压底线的人 所以我会提早做 嗯 但是我不太适合提早做 是因为 作业还好 但是考试我不能太早准备 是因为我到后面会有点疲劳 我反而会太放松 然后那个放松 反而会抵消掉前面我的努力 嗯 就会让成果没有那么好 所以对我来说 到后期的快变慢 比较不好 哦 我比较适合 在这种东西 我适合慢变快 了解 嘿 所以我觉得那种调节也是 一部分你是要有明确目标 一部分是 你要了解自己 你怎么做是 对你最有力 跟你自己最舒服 嗯 这样算是有回答到吗 有 我觉得你回答很好 因为我还 这个第二问题 其实我不太知道怎么回答 哦 就是步调这个问题 但我觉得真的不要为了休息感到愧疚 因为如果你是自律的人的话 你休息你不会愧疚啊 对啊 而且 我刚好讲到嘛 就是我是一个很需要休息的人 放松的人 所以 我会把休息这东西排在我的规划里面 嗯 就是他就是 哦对规划里面你绝对要把休息排进去 对他就是一个行程 哦 他就是休息 哦 你你就是要能放松 然后让自己的身心灵都放松之后 你才能接下来继续你的计划 哎这样你才有弹性去补那个空格 啊对这这也蛮重要的 要不然你会很痛苦想说怎么办越差越多 你要有时间去补那个空格 对对对对对 而且像你刚刚讲 比如说什么看医生花了四个小时 那你可能那个下午的东西都没做到 嗯 那那个休息时间就可以拿来弹性运用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要把他不要把自己逼这么紧啊 对啊 其实 抽个时间喝点酒 轻轻松松 但是也不要太松啦 松到像高就来这样就是 哎 我们要注意的哦 我是认真的是有做 放松也要好好做 哎好 这样子很好 就是要拿捏自己舒服的步调啦 好啦OK 这题先这样 如果觉得 嗯 问这个问题的人 如果你觉得 我们没有回答到你真的想问的问题 或是你还有什么疑惑的话 可以持续投稿 就跟节油宅货店的老板一样 我们可以 可以来回好一些 我们是OK的 没差没差 没问题 好第二个问题 有一个人说呢 嗯 我无法控制的 都在羡慕别人 我羡慕别人成名 羡慕别人赚钱 羡慕别人过得很开心 为什么我的努力没有得到 他们有的那些 那怎么样才会快乐 我刚看到这题目会觉得说 不是题目啊 这个问题 就会觉得说 嗯 他是不是也在做 他羡慕的人做的事情 然后就是觉得 嗯 好像他的努力都 没办法跟他 羡慕的人一样 嗯 我看到这个问题的 第一个想法 是 我们拿有钱来做比喻好了 来 因为有钱可能比较 大家比较能想象 你说别人很成功 或很成名 人家很开心 可能都有一点 呃 模糊 没有那种明确 有钱 有钱可能就比较 比较具体嘛 嗯 就是钱比较多 好 嗯 我们现在先暂时把 有钱的人当作 你所谓成功的人好了 就是他羡慕的人 对好 你羡慕的人是有钱人 先先 呃 前提先设定成这样 嗯 嗯 如果你发现一个 很有钱的人 他会有钱 是因为他努力 嗯 是因为他有才华 那在这种时候 你除了羡慕以外 你应该感到很安慰才对 哦 至少他是 努力来的 因为这代表 就是 你拥有的财富 还能是因为努力 和才华 而不是因为做坏事 当有一天你发现 这件事情不存在的时候 会代表 有越来越多人 要选择 抛弃自己原本的善良 对对对 所以 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的感觉 对 而且 其实我觉得问这个问题 有一部分 还蛮能解释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 比如说看到社群网站上 别人过得开心 哦 然后觉得别人 照片很漂亮 然后他就会觉得 反而会觉得自己 好像很糟糕 做得很不好 或者是自卑 不一定是什么 他有在经营什么事情 嗯 他可能就是单纯 一个 网络使用者 嗯 然后他看别人 觉得说 为什么别人有 为什么我都没有 我觉得我也很努力的 在生活 那我不快乐 那要怎么才会快乐 在这种环境底下 你身边有这种人 你讲的 蛮像就是 有啊 有哦 有啊有 因为我身边是 比较少这种 嗯 我觉得啦 嗯 你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讲 有没有 因为就算有 他也不会 不一定会让你知道 对 所以我想说 你怎么会知道 嗯 对 他也不一定会让你知道 嗯 但既然他问这个问题 就代表他有这样的困扰吗 嗯 对啊 因为 呃 如果像 刚刚你举的例子 就是 IG啊 一些社群网站 他们会有这么多追踪 或是 看起来很有钱 该怎么说呢 你说一部分 其实是经营的 经营出来 或者是 他只是想要表现好的一面 对 其实 有 其实 我觉得大家的习惯很多是 报喜不报忧 我自己也是这样 就是 我自己很 觉得 很不开心 或什么时候 我也不会想要 觉得说 让大家都知道 反正这个 这个负面 这个第三题 刚好可以回答 哎 第二题这个啊 嗯 我前阵子有看到 我觉得你应该不知道 那个YouTuber 他是大陆人 算是 博主 他们的用词是 博主吧 他叫Tracy 翠希 嗯 他就是 大家眼中的人生胜利组 然后他 今年生了宝宝 然后他老公也是 算是高富帅 但是他们的富 都是算是 自己打拼来的 这样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 哇 你老公好好哦 然后 你长得漂亮 你长学历高 又会赚钱 事业又好 然后 你的爸妈 你的婆家 都很好 然后你老公 又会赚钱 然后 对你又好 什么什么 就是觉得说 哇 好羡慕 你这是人生胜利组 那他就 其实Tracy 我还蛮喜欢看 他的视频 他的影片在讲 大概讲什么 什么都讲 哦 讲人生的 然后讲 他学业 他以前是怎么 在事业上打拼的 所以是聊天那种 嗯 然后也化妆 哦 都有 了解了解 嗯 他就有讲说 他生了小孩子的以后 他是以他 生了小孩子的以后 遇到的困难 来告诉大家说 其实 现实中并不是 大家看到的这么美好 别人说他 因为他自己也 他是很乐意 称赞老公的人 嗯 他在之前的影片 也都会讲 他老公有多好 他们相处的很好 或者是他老公 其实也是有露脸 那他是在 他有在讲说 他老公的优点是 嗯 他不大男人主义 他非常的支持 Tracy的事业 嗯 然后即便他们 因为要这样分隔两地 他老公也是非常支持他 嗯 然后 嗯 他不花心 嗯 然后 他非常的老实 很认真努力的工作赚钱 这些都是优点 然后他的 知识涵养 学士丰富 谈吐很好 嗯 好 但是缺点是 他很没有同理心 嗯 他没有办法 了解说 你现在的心情不好 嗯 就是 基本上就是一个 情商低的人啦 了解 所以Tracy 他那时候宝宝出生嘛 小孩都是他在顾 但是他老公 完全没有办法体会 当一个妈妈 有多辛苦 嗯 所以他可能就会 做一些很白目的事情 了解 比如说 他讲说 一个喂奶器 我忘记从哪里带来的 嗯 正常可能会说 诶 那怎么办 要不要怎么去处理 要怎么去拿 或什么 他老公是直接上网 找那个喂奶器 说你挑一个 买 然后他挑不出来 他就跟他老公说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选 然后他老公就不耐白 说 他不是你说到那个 就是这种 或者是小孩子可能 哭啊 闹 他老公也是就是不会 而且他老公可能不爱干净 会干嘛 然后他就说他自己 别人说 看他是选美小姐冠军 嗯 长相好 事业好 谈吐好 什么好 什么好 家里也好 他说他脾气很糟 嗯 他是气起来 他会摔东西的人 嗯 然后他得理不饶人 然后爱记仇 他说其实这些东西 你在网络上是看不出来的 对啊 这些都是很 他们生活的一面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也不需要 因为羡慕别人 表现出来的那些东西 就觉得自己很糟 因为他的生活都一样不好过 不会不会一个人都只有好的那一面 就是就是大家都只看到他在社群网站上营造的那个形象 你没有看到他背后是他是怎么努力去获得那些东西 或者是他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一面之类的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 千万不要觉得别人的努力跟你的努力是一样的 嗯 你没有看到啊 对 原言之所以成功 他他做的努力 可能远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很多很多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 因为他是说他很羡慕别人嘛 嗯 某方面来讲我会觉得他想要成为那种人 对啊 一定是那个人有你喜欢的特质 你想要学习吧 但是就是你知道他很成功 或是你知道他怎么样 那你要知道他是如何成为他现在这个样子的 然后如果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努力的话 嗯 说不定有可能可以达成跟他一样的成功 嗯 但是我还是说 还是得说就是每个人就是不一样 你有看那个D卡上面前阵子 哦 我没有D卡 我也没D卡 但是我看到别人转发一篇 他是在讲说 有一个人他从以前就立志他要嫁进豪门 哦 女生 女生 然后他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那女生也本身也非常厉害 他在大学的时候 他就他就很努力的学各国的语言 嗯 然后他不管 撇开他要嫁出豪门这件事情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女生 嗯 他就是不管怎么看都是个厉害的人 嗯 只是他是因为想要嫁进豪门 所以做这些努力 最后他也真的嫁进豪门 然后过着很不错的生活 这样子 嗯 网友很两面啦 一面是在泡说 哦 台女怎样怎样怎样 可以想得到这些言论 大概就是这些言论 他一方面是 我就像我的 我的感觉比较是 即便我今天想嫁进豪门 我也不会这么努力 我 对 真的 真的耶 我跟你说 想嫁进豪门的人一堆 嗯 嘴上说不要的 也未必真的不要 因为 他是真的有在为他的目标努力啊 对 他那个 他真的很厉害耶 我就想说 诶 不是每个人想要嫁豪门的 你都有办法做到这样耶 你凭什么去批评别人说 不是什么好或坏 对 然后还有很多人就 就 呃 网友就会讲说什么 你老公知道你是为了嫁进豪门 才变成今天这样的吗 我想说 这样有什么不好 对啊 没有没有就是 两个人OK那就 那就 对啊 而且很多人会拿这件事情来质疑说 你不爱你老公 我觉得很无聊 唉 那看看就好了啦 对啊 反正就是这样啦 我觉得 真的不用去羡慕别人 对啊 我觉得知道别人怎么 如何成功 这件事还蛮重要的 嗯 如果他想要变成那样 像 我举个例好了 我 我很喜欢那个恩西俊 就是 喝酒的那个 因为 很 拍很多喝酒影片的 好 就是我 我很羡慕他 就是可以喝着 可以喝这么多酒 或是 可以去那么多地方喝酒 这是我很羡慕他的地方 但是 我更羡慕他的是 他的口才 哦 对 他的那个表达能力 真的蛮好的 因为他是主持人出身 对 那 我很想要成为他那样子 所以我有时候会真的是 去看一些主持人的一些 影片吧 然后去看稍微 做一下笔记说 他们大概是怎么讲的 嗯 之类的 嗯 我很喜欢他 我很羡慕他 但是我没有想要成为他 那就是 因为我知道我跟他就是不一样 那 我可以 尽可能的学到 从他身上学到他的成功的方式 那可以 稍微转化一下 变成我自己的东西 那 我会 我会不会跟他一样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去努力看看 这样子 我觉得我跟他不一样 这件事情跟第三题 还有 有算有一点类似 哎哟 我这个转得很好是不是 你这 我们这次真的不小心 我真的没有say过 我刚刚 我刚刚听到关键之为 诶 这个第三题 你刚刚讲 我来看一下第三题题目是什么 好 那 那我们第二题应该这样 OK了吧 差不多了 那 一样如果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暂时没有 暂时没有 我等一下想到再讲 好 那我们第三题 朋友常常发一些负面的文章或讯息 看了觉得心情没有很好的同时 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比较好 但是装作没看到 好像又显得有点冷血 哇 这个 我就还蛮有感觉的 因为身边还蛮多 时常会负面的朋友 然后 而且会po到社群网站上面 你会反感吗 我会看那个朋友的个性到底是怎样 如果他是那种就是 就是一有什么病痛 然后就是哀嚎 然后就po上去 县时的话 我就不会理他 因为他就只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而已 那是哪样的你会觉得你感同身受 什么感同身受 不是感同身受啊 就是哪些看的你会觉得不会不爽 不会不爽 就是他平常真的是 不是这种人 比如说他平常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然后他突然就是po了一篇很低潮很低潮的文章 我可能才会想说 嗯他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先知道你的朋友大概是什么样个性的人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就是 现实直接拍一个黑色的那个DL 然后就po一些 然后字又超小 你有遇过吗 没有 有吧 然后我还要截图 然后我把它放大看 那还蛮用心的啊 对啊 就是你要先知道 你的朋友会需要这样的回忆 我自己看的是觉得啦 就是我们对于不是发生在自己上的悲剧啊 你永远都没有办法感同身受 嗯 就是即便你有过类似的境遇 但是你和他的痛就是不会一样 对对对 你绝对不要以为你有多懂他 也不要以为谁都能懂你 所以照顾好自己的是自己的功课 然后对于别人的伤痛就是陪伴就好 我可以举个例子 好 你讲一讲 这应该可以讲 因为我就直接这样回我妈 是你们家的故事 我同事之前就是有家人过世 当然看到就是知道这个消息 我们大家一定是会担心嘛 也会想说要关心一下 对 我就说是哦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是辗转听到这件事情的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 哎妈我们同事家人过世什么的 我妈说 我妈就开始问 啊是为什么过世 她过世多久了 啊现在怎么 啊现在怎么样 现在呢 我说我不知道 我说按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都不关心同事 我就说 人家想讲的时候就会讲 对对对 人家现在就在忙 就在处理 你就不要打扰人家就好了 嗯 我也是 我妈其实也不是说她要打人家 她只是会 她想要关心 嗯 她想说 哎这个人她知道是谁 她想要关心 她说啊现在还好吗 这样子 我的意思 我的比较是 这种时候你就不要去吵人家 嗯 哪天人家联络你 想讲的时候就会讲 或者是哪天 等过一小段时间 可能这件事情是聊天可以 突然可以触碰到的话题 嗯 那你再试情况去关心她就好了 嗯 啊你现在讲什么都很奇怪 就是嗯 我觉得那种感觉比较介于你在探人隐私 还是你是在关心她 对对对 嗯 就像有些人跌倒她需要茶药 嗯 但是有些人呢 她就是不喜欢看医生 啊有些人她喜欢吞药碗 有些人是起 有些人是很怕吃药粉 就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 哎呦 比如说一样是骨折 别人要打石膏 但是你是要节肢 这种当然就不一样啊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要试情况 然后 嗯 你自己会觉得 po那些负面文章的讯息 的人 嗯 他是希望得到什么 还是他只是一个发泄的出口 我有的时候 单纯会觉得 他只是一个发泄的出口而已 有些人就是 你认真看 但是你不一定要回 我自己身边是有那种 就是几乎是每天 或是固定一个礼拜几天 然后就是那种负面的 发负面文的人嘛 那我自己都是选择性的 都是不看 或是 哦你直接不看是不是 我有时候还会把他们的IG封锁 蛤 蛤 为什么要这样 没有因为就是很 看着你自己 哦你说会被影响吗 我觉得我 我的影 被影响不是说我也更得负面 我看来会很生气 为什么 连这种都要挨 都只是挨得很小的那种感觉 虽然说 我可以理解 我知道 我不会 我不是你 我没办法理解 你的那种痛苦 但是你觉得 自己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 你就会把他block 先暂时block 因为我觉得会影响 我对这个人的感觉 即使这个人没有那么糟 哦 就是一个厌世的人耶 你 你就是个厌世的人啊 因为我不想影响 我对他 就是我看到他就觉得很反感 第三题这个问题啊 也蛮取决于 你跟这个朋友的关系 到底是怎么样 就假设 好 我今天跟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就突然发了一个很负面的东西 假设我们 我可能会问他OK吗 或是 我都不会问你说 怎么了 怎么这样子 我就说OK吗 然后他通常都会回OK吗 一定都是回 没问题或是还行之类的东西 哦 那我看到这个我就知道 他现在不想讲 哦 但是你有关心了 对 哦 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 说装作没看到 像有点冷血 就是我有看到 我有关心一下 那 是这个意思吗 但是你要知道 那个朋友他想要回应是什么 哦什么意思 有些人是觉得说 你问他 你比如说你问他说 诶怎么了吗 他就跟你讲说 他就会开始狂讲吗 对对 有些人是狂讲 有些人说啊没事 干的波兰销的那种 但我通常我的朋友 只要有这种事的话 我都问他是 就是不管是 IG上或是我们面对面 就是遇到 我都问他说 诶 OK吗 嗯 他的回应你就可以 他的表情啊 反应啊 情绪你都可以 大概猜到一点点 就是他到底 OBOK 嗯 那我觉得 当人在一个 很低潮的时候 你也不用 逼他一定要讲出来 嗯 对 这个很重要 就是你真的不要 在那种第一时间 就硬要问到底 我觉得 我觉得你刚刚讲很好 就是陪伴是一个 嗯 陪伴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啊另一方面啊 我自己是觉得 如果你有一些 负面的想法 或者什么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也不要 就是每 每个 每次这样子的时候 如果你是一个 这种情况很平凡的人的话 嗯 你不要每次都一直去 烦人家 烦的朋友 你说 我是那个负面的人的时候 嗯 你说你很负面 每天都一直在那边 给我找我咖啡 我一定会封锁你 我们这一提的问题是 撇除掉有疾病的 比如说忧郁症之类的 嗯 那个就是另外一个 讨论的范围 就是 今天的状态就是 撇除掉那些 对 你沉重的话还好吧 还好还好 但我觉得如果是 真的有疾病的 呃 的情况的话 真的要 就是找方法解决 比如说你要去 求助看医生 嗯 怎么样 对对对 那个也不是 你找朋友 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而且有时候可能 朋友反而会 踩到那些地雷 哦 对 因为其实那些 比如说回答的方式 或是帮 给你帮助的方式 会跟可能平常 你只是想抱怨一些 负面的事情 那个可能有点 有很大的不一样 嗯 我觉得我们好像 都是比较少 发负面文章的人 就是跟你一样 我是报喜不报忧的人 我 我 欸我好像 大一大二的时候 就是 比较小的时候 还是会 比较小 等一下 你刚刚讲了什么 我讲错 我这段已经剪进去 我讲错 来你继续 我这段绝对不会剪 来 靠杯 你说 就是我可能大一大二 那段时间 我有时候还是会做这件事情 你还记得那时候就是 不管是办什么活动 我只要不爽 我就是poIG 我 不太记得这种细节 谁知道你大一在干嘛 我跟你大一又不熟 其实也不只大一大二 就是 好像只要有大学时期 我只要有不开心 我可能就是po 现实 不管是骂谁都好 我知道你常常在骂人啊 但是我没有 那样算负面的吗 算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我好像也蛮长这样 欸 以前还蛮长 但现在就不太会 哦 对 你的负面跟那种 心情难过的负面 好像有点 我是愤怒的负面 但是都是负面啦 对耶 这样你好像蛮长 可能是因为你比较不长 很难过 所以你不常发这个证 但是你很常生气 所以你就很常发生气 是这样啊 是可以这样讲吗 我真的很少就难过耶 对啊 所以我说 我这样解释是对的吧 对对对 这样你算是常发负面 原来你就是那个 常发负面讯息的人 没有但是 跟跟他这一题讲的 又不太一样啊 哦 因为他的负面是难过啊 不是啊 可是对你来说 比如说你很生气 你发一天文章 那可能别人会想关心你 或者是你的情况是 你其实也没有要别人关心 只是想发泄 这跟那个意思 其实差不多 哦这样的话 我好像可以讲一下 我那时候会发这些东西的动机 就是我只是想要 让大家知道我在生气 然后呢 没有 我会想要让特定的 就是该怎么讲 因为 我想让特定的人 知道我在生气 就是让 哦你就是那种 讲话给A听 跟A讲话 其实是在给B听这种人 是吗 嗯有点类似 就是反正我的 就是比如说 惹我生气的那个人 他有追踪我 他就是会自己对号入座 你就是前提是 你觉得他会 他可以对号入座 所以你就干脆就是都发 让给大家看 就是我我我 可是我我 比如说我对你不爽 我一定会跟你讲 哦 就是我不会在网上就这样这样骂 然后我不跟你讲这样子 我一定会跟你讲完 我还不爽的时候 我才会在网上骂 因为通常人在情绪当下的时候 可能对方也听不下去啊 还有就是用那种态度 可能我会更不爽这样子 哦 对大概是这样 哇 你有印象我有po文爽过谁 或者是骂人吗 应该 花木兰那个算吗 花木兰 花木兰那个 那个算吧 那个 可是我 那个算发文吗 我转贴文章 没有就现实都算了 现实都算了 哦干算了 还还还 找到一个最近了 对我就是在嘴花木兰 但是这个不算啊 这个 没有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少 有那种难过的情绪 我好像po大部分都是 po开心的事情 顶多说 哦最近工作好累哦 大概就这样 这个还蛮长的 有的时候会偶尖工作 或是哦还好睡觉 但是好像不太 你还记得我们在讲 EQ那一集 嗯 就是你有讲说 你当你比如说难过或 哎应该是生气的时候吧 你会让自己就是 沉淀一下 然后再想一下要讲话 哦对 因为我好像本来就不是一个 情绪起伏很大的人 嗯 所以你好像也 不会在那个当下去做 po文的动作 好像还没有发生过 就撇出花木兰啦 好像 我现在有点想不到 有吗 还是是我不记得 我现在是想不到 想不到 可是 你有想过 我之前有po什么难过的吗 伤心累的 有吗 伤心累 干你伤心累的事情的时候 你只会抓一瓶酒瓶 说 陈一元 接吻 有没有空气喝酒 我有 我有 你是在靠位 哦 这个真的是 我跟你说 这个可以讲到你80岁 干太好笑了啦 干这个真的很好笑 我一直都不能讲 好好好 对啦 你好像 这件事没几个人知道呢 真的吗 还是大家都知道了 应该没有到大家都知道 彩琳知道 因为那时候在聊天的时候 有讲到这件事 好好好 这件事你真的可以笑很久 我也是觉得就是 讲出来 找个人讲吧 我其实 这样的话 我是不管有趣的事 或是生气 难过 我都会想要找人讲 我觉得你那个 打主制稿 这件事情太好笑了 我就是要讲这个 好笑到不行 在录音的 这前几天 然后我去 喝酒 我去酒吧喝酒 然后刚好隔壁 在做一些有趣的言论 就是 做白痴的事情 反正他们讲一些 很智障的事情 然后我就 帮隔壁 打了一些主制稿 然后 他打主制稿 就是为了遇到我的时候 他跟我讲故事 他怕自己忘记 但我笑着好久的时候 哇高教授 你这个真的有用心 不错 我觉得好感人 我看了说 为什么跟我讲事情 他要把手机拿出来 不知道看什么东西 就 我刚好打主制稿 我很太用心了吧 而且我还是 就是分点 我是分一点 还列项目 我真的是快笑死 没有你就知道 隔壁座有多荒唐 其实 好啦 我们现在回答 其实第一次回答 大家的投稿 有点抖 大家如果觉得 回答不好的 或者是 觉得想要再 跟我们应答一些 你有想更多 想问的问题的话 都欢迎来投稿 那 这个系列的range很大 然后大家觉得 有什么有趣 或者是想要在节目上 听的都可以跟我们说 希望这个系列 还做得下去 要不然如果 如果到后来 真的没有人投稿 我如果还想做 EP2的话 应该就要自导自演一下 有可能 自己自己不在忙什么 因为我觉得 今天问题都还蛮 今天问题很严肃耶 对 就是偏负面一点 三个都是 对啊 哦 害我想搞笑一下 都没有办法 我想一下 我想到这三个问题 我还有什么可以回答 不用想了 我跟你说 你第一时间想不到的回答 对啊 就不是你真正 想要讲的东西了 嗯 好啦 我们今天的第一次的 你的故事系列 到这边先结束 好啦 我是依安 我是家伟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